五心必须要有根 根有两种 一种是情世的善根 带到这一层来 他心很定 往往这种人你看着 他非常老实 他很少忘年 心地纯正 没有什么外心 不会害人 看他是笨笨的 很老实 好像很愚的人 那个愚不可及 遇到云 他智慧就开了 像中国惠能大使那样的人 你看看柴的 侨夫 这个行业 现在没有了 每一天上山看柴 到城里去卖 卖了柴 拿到这个钱 买一点米 买一点油盐 回家过日子 很辛苦啊 三天不上山开柴 家里就没饭吃了 辛苦一天 大概就是维持一天生活 非常辛苦 人老实 所以这个是徐氏的相根 另外一种呢 这一生栽培 那从小栽培 现在栽培德行 这个非常重要 德行从哪里学的呢 跟父母学来 特别是母亲 所以母亲是子女 第一任的老师 从什么时候教啊 小孩一出生 睁眼睛的时候 就得要教了 不是你有意去教他 他在那里看 睁开眼睛他会看 他耳朵就会听 他看大人 严险举止 他就记在心里 他就在模仿 就在学习 所以中国古艳语有所谓 三岁看八十 三岁他已经看了一千天了 学了一千天了 根就砸得很老了 他都学会了 所以父母在儿女的面前 要知道 他看到的是什么 他听到的是什么 他接触到的是什么 决定要把能力道德做出来 做出来给他看 也就是 无能 无常 四为 八德 做出来给他看 这叫 我只要啥跟一家 一只 想 要 得 什么 身份 身份